今天呢,大家好,我是曼迪迪迪卡拉撒南的 我的师父尼西亚南达大师呢 是印度教最高教皇普世灵性导师 圣尊尼西亚南达帕尼西亚南达上师 在这个视频当中呢,想要跟大家分享 师父对于我们做任何事情的动机的这个讲解 也就是说呢,我们做任何的事情 是不是真正能够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呢 我们的动机非常的重要 举一个例子,如果你是内心非常贫困的人 你如果想要成为一个有钱人 当你真正的有钱了 你的内心还是贫穷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还是得不到自己想要的 反倒呢,你会成为一个像我们眼前看到的 这些典型的爆发户的形象 虽然自己的财富,金钱,外表看起来是丰盛的 但是内心非常的匮乏 会有一些让人觉得非常的 这个典型的一些行为 比如说穿名牌,买名牌 或者是把所有的这些财富呢 都陷在你的外面 因为你的内心的匮乏 所以你需要外在的这个丰盛的去 让自己感受到自己有价值 所以呢,这些内心贫穷的人 想要财富的目的是什么呢 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 那这个问题呢,是不圆满的 所以呢,你没有办法真正的去体验到 财富给你带来的丰盛和富足 反倒呢,还是一直活在这个贫穷的富人的版本当中 同时呢,还有其他的很多例子 比如说,你觉得自己没有自由 自己被压迫 然后你想要成为一个领导者 一个负责人 你的动机呢,是希望能够控制别人 而让自己不被控制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即使是真的成为了这个领导者呢 你也是一个内心是奴隶一样的领导者 在你之前受的所有的这些你认为的压迫和不自由呢 你会变本加厉的给自己的身边的人 所以他不能让你真正的成为一个成功的领导者 所以呢,你作为领导者的这个动机呢 是不是真的圆满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的内心是一个匮乏 觉得自己没有自由或者没有权利呢 即使你真的外在有权利 你的内心还是一个匮乏的人 包括我们在婚姻或者是 包括我们有自己的孩子 自己的下一代 所有的这些事情 大家可以去看自己的动机是不是单纯呢 如果你的动机不圆满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一定找不到自己想要的 比如说你结婚的目的 是希望对方能够给你安全感 他能够成为你的人生的伴侣 多少人能够在婚姻当中找到这些 我刚才讲的这些问题的答案呢 所有人的婚姻都证明了自己之前的期待呢 是白费 是没有意义的 也就是说呢 我们内心的不圆满呢 是关键 如果你的内心不圆满 即使外在不管发生什么呢 你都不可能找到你想要找的 这个找的 寻求的这个答案呢 只有在我们的内心当中 包括所有的父母 你生孩子的目的是什么 你希望他成为你想要他成为的人 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有非常多的 这个纷争和痛苦 如果你成功了 他成为你想要成为 你想要他成为的人 那么他就是你的傀儡 如果他没有成为 你想要他成为的那个形象呢 那么你就认为自己是个失败者 所以呢 从刚才举的这些例子呢 只是想跟大家讲 我们做任何的事情 要有圆满的动机 这个是最重要的 不然的话 我们的人生就只能在不圆满中 继续往前走 不管外在有什么样的变化 我们内心的不圆满 是永远不可能通过外在找到答案 所以呢 如果你想要财富 你的内心首先要圆满 如果你想要权利和自由 你的内心首先要圆满 如果你想要幸福 你的内心首先要圆满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 如果你想要寻找 我刚才讲的这些圆满 最好的答案呢 是来参与到 现在正在进行的21天的 PARMASHAWAM三级课程 在这个课程当中 不光是圆满 还有你更多的想象不到的 祝福来到你的人生当中 如果你想要参与呢 可以跟马开拉萨联系 我的微信是14595087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 你见面与点灯 我们下期再见